欢迎收看哥林多书信 我是黄雅各 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这边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保罗讲到他的权柄的事情 他为他自己的职份 做一些辩护 因为似乎哥林多人 不能够领略到 保罗他的谦卑 他们把保罗的谦卑 当作是不敢冒犯他们的表示 当他们犯罪跌倒的时候 保罗勇敢耿直地劝责他们 他们又以为他是在恐吓威吓他们 反而他们把那些假使徒 这样子的一个自夸 导认为他们蛮欣赏这些的假使徒的 保罗在这一章当中 他指出 他的属灵的权柄是怎么样来的 有哥林多人有些质疑他的 这些使徒的权柄 保罗他说 他不是凭着血气 只靠神的能力 在这里的话 保罗他说 他和哥林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是很谦卑的 不在他们那里的时候 是很勇敢的 这个意思不是说 保罗在他们那里的时候 就不勇敢了 这句话是保罗借用哥林多人 批评他的口气来说的 可以看到第十节那边 他认为似乎有人以为保罗 只敢在书信里面很严厉地在那边指责人家 见了面了以后就不敢当面地去严厉地指责了 事实上保罗他离开哥林多以后 哥林多教会才发生了这许多的不好的事情 所以保罗在他们那里的时候 就用不着勇敢地责备他们 并不是说保罗不敢责备他们 他这边讲 如今亲自借着耶稣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可见得勇敢并不需要暴躁的 可以用温温柔柔的来劝诫他们 所以这里保罗也给我们一个教导 我们要去指责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温柔的心劝诫他们 所以我们这个就讲了一句话说 轻声细语说重话 那保罗就是这样子的 哥林多人当中 有人批评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 这个血气是指的肉体或者是肉身的意识 第十二节那边也说 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些自贱的人同列相比 很显然的当时候有一些自己推荐自己 自称是传道人的 在哥林多教会当中自我的宣传 在使徒跟前说保罗的怎样种种都不是 保罗伸言以为必须用勇敢的来对待这些人 这个意思就是要勇敢率直的去面对他们的毁谤 揭露他们的虚伪的行为 至于他们说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 大概是指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说的话语气太重了 骂人骂的太重了 所以他是有血气行事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可能是带直的一个传道 我们知道他一面支帐篷一面传道 所以这些人不但没有因为保罗不受哥林多人的供应称赞保罗 反而批评他你看你就没信心嘛 一边传福音还一边支帐篷 所以你这是凭着血气的 所以可能大概这两个原因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指责保罗他是凭着血气的 所以这边的第三节的血气的意义跟第二节不同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这个意思是指的是在血肉的身体中做人 当然照着一般人那样子的生活行事 那下一句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这个意思是不按着血肉之躯的世人的手段 或世人的方法去处理神的事情 这边讲的是使徒的征战应该是属灵的征战 每一个基督徒的征战都是属灵的征战 这样子的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所以保罗这边讲的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也就说明了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手段 来从事属灵的征战 属灵的兵器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这句话是指的我们要多祷告 因为祷告是很有火效的 运用属灵的权柄和属灵的能力 来攻打那些看不见的敌人 第五节这边讲的是指出 要攻打的是撒旦在人心意上 所造成的各种的曲解的真理 所以可见得要攻击的不是人 而是撒旦在人心当中所建造的这些的堡垒 这边包括了各样的计谋 也就是魔鬼撒旦陷害人的各样的计谋 他是无孔不露的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等等 这些至高知识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了 使他们顺服基督 包括了各样敌对神的这些的知识 这些的学问世俗的知识学问 以人为中心的这些学说和各样叫人骄傲的事情 都是魔鬼撒旦在人的心中设下的这样各样的计谋 这要去抵挡他们的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这句话是表示 人本来的心意是不顺服基督的 传他人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人的心意给夺回来 所以传福音的人我们就是要把人的心意夺回来 使他向着神 保罗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权柄 但是他并不愿意随便的运用这样子的权柄来责备人 保罗也指出哥林多人的软弱的地方 就是他只会看外表 只会看表面上的 他这边讲的说 难道你们都是只看眼前的事吗 这个意思就是凭着眼见 眼睛所看见的这些的外表的事来判断一些的是非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不是这样子的 大概这边是指的是哥林多人 他们只会看他们这些假师傅的外表装扮 所以因此保罗这边要求哥林多人 看看眼前的事实 也很可能哥林多教会的人 有人以为保罗是运用使徒的权柄 是要来败坏他们的 因为前书当中保罗他曾经说过 要用使徒的权柄要败坏那些犯罪的人 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 可以参考一下 保罗他曾经这么讲过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 以为保罗是要用他的权柄来败坏他们 但是保罗这边解释 他不会随便使用使徒的权柄去败坏他们 他要对付那些犯罪的人 其实也是叫他们受了造就 因为神给他属灵的权柄是为了要信徒得益处 他不会凭着血气运用这样子的属灵权柄 所以这边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人讲说 保罗你看他是气貌不扬 这个言语粗俗 所以这样子来描述 所以可见的那些很可能是那些毁谤保罗的人 他故意这样子喧嚷毁谤保罗的话 保罗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子的粗俗 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等等的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他是那么样的温柔谦卑 但他写的信却是那么沉重厉害 所以那些破坏保罗这些形象的这些假师傅们 就说他所写的信大概是威吓他们罢了 在十一节当中保罗这边讲到 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 信上的言语是如何 见面的时候形式也必如何 所以这边十一节显然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当中 还有一些的不顺从保罗的人 他们自以为保罗只不过是写信严厉而言 并不一定会照着这样去行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这些人 他在信上的言语如何 见面的时候也必是如何的 他绝对不是威吓他们 必须运用权柄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说不敢运用的 那这样子的话是有几点 他保罗跟那些人不一样 他跟那些自贱的人不同列 这边所讲的自贱就是指的 当时候在哥林多教会 毁败保罗的那些的假传道 假师父 他们自己举倦自己 要争取哥林多人信徒的这些的佩服 顺从 保罗在这里表示 他跟这些假传道人不相干 也不敢把他自己 跟他们去同列 他要哥林多人自己去分辨 这种人是用自己的度量去量自己 那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一种不通达的 这也就是说 他们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等于是没有衡量的 所以等于是你这个求员兼裁判 等于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所以这是没有衡量的 我们都是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界限 不愿意分外的夸口 保罗这边的意思就是 他不愿意拿不是自己的工作的果效 或者是自己的工作以外的 别人的成就来夸口 意思保罗他要夸口的都是自己做的 别人做的果效 或者是自己工作以外别人的成就 保罗不会用这些来夸口的 保罗的工作是照着神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他是这样子说的 意思就是说 他是照着神要他去做的范围来做的 保罗他努力忠心的侍奉 当神量度他忠心与工作的负担 测度他的时候 神认为他可以承受更多的工作 也就把这些的更多的工厂 扩张到保罗的身上来 所以保罗才可以把工厂 这个延伸到哥林多了 所以可见在当时有一些的假传道人 想趁着保罗不在哥林多的时候 把哥林多教会当成是他们的了 十五十六节这边讲的 不站着别人的劳碌夸口 这个意思就是指着说 保罗并不把这些别人做好的现成的工作 归裂到他自己的工作里面 而是希望他所建立的教会 这些信徒们都有在信心上面长进 然后把福音的工作再往外去传开来 所以保罗他的工作是开展型的 展开这些传福音的工作 不是不断的把别人的成就 归并到自己的教会里面来 他是不断的去让教会增长 使信徒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 然后再向外去扩展的 所以他是不站着别人的劳碌夸口 就是讲的这个意思 所以他在这边的谈话 让我们深刻的认识的那些的假传道人 在当时候在哥林多教会 有很多这些假传道人 比如说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二十三节 第三章的五到六节 第四章的第六节都看得到 可见得保罗对于亚波罗基法等等 他们也在哥林多教会的事工上面有份 这些全物顾忌 反而去责备那些哥林多人 不该去分门别类的 但那些假师傅却正喜欢利用这些 不要分门别类的讲法 所以使使徒接纳他们 跟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同列 这是假师傅们在哥林多教会 所运用的这些的方法 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当中里面 一再地强调 他与那些自我推荐自荐的人 是有界限的 是不同列的 所以我们也相信十七十八节 这段的经文讲的是指的那些 假师傅假传道人说的 哥林多的人似乎 被这些假传道人的自夸 受到了迷惑了 所以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 如果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什么成就 我们应该把功劳归给主 这就是指着主夸口的意思 所以保罗从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个教导 我们一个真理 我们不要看着神使用的哪一个仆人 我们就一昧地去追寻他 我们每一个仆人都是神所用的 不要去捧人 我们要捧神 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劳归给主 这个就是指着主夸口 所以教会里面绝对不要捧人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